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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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0.6%至2.3% 焦点股方面 中移动11月的4G客户数量 月增2千万户 但股价偏远跌0.06% 而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兆佳 在网站上表示 明年将会正式推出两项机制 将在明年1月公布 港交所未来三年的战略法治规划 港交所今日做好升超过1% 报2801.4% 成交会有股份方面 重溫南筹偏远 腾讯跌0.3% 代理股市做好就带动A股ETF 安社A50是升超过2% 收视后有3分钟视频再见